我們這個課程基本上屬於初階 這個課程有分兩階段 後面還有個進階 進階可想而知難度就更高了 相對的如果你把它用在職場上面 那就非常受用了 所有東西都可以在瞬間完成 非常有成就感 再複雜的事情 馬上報表一下都產生 圖像化自動產生 我們的大概方向 主要就是針對五大函數去做 因為其實不只五大類函數 我只是把最重要的函數 把它分類出來 首先我的課程目標 大概希望就是不用加班 工作很愜意 然後再來就增加職場 升遷跟轉職的籌碼 那前提當然你必須要有對應的專業技能 沒有人嫌你會太多的 當然你如果有這些東西 你是有選擇權的 但如果沒有你是被選擇的 那目標的話當然就是熟悉 內建的250幾個函數 用理解代替死倍 再來的話後面如果很多東西 假如說內建函數不能解決的話 那我們就必須用VBA來設計 主要要學會兩個 一個叫SUB SUB的話基本上對應到 一時有看到就按按鈕 按鈕按下去那就SUB 那Function的話顧名思義就是函數 也就是說你要自定函數的話 那也可以寫成Function 所以基本上VBA主要會有這兩種型態 大概這兩種就夠了 那後面的話當然我們要學會錄製去期 那什麼叫錄製去期 其實錄製下來就是 Essail幫你寫出來的VBA的SUB 他是幫你寫成SUB 那你想說他怎麼幫你寫 很簡單 就是你錄製的時候 他是幫你記錄什麼 記錄滑鼠跟鍵盤的動作 特別注意喔 滑鼠跟鍵盤如果你有動作的話 他就會幫你把它轉換成VBA的對應程式 OK 但問題喔 很多時候其實不需要滑鼠鍵盤去跑 但是因為你錄製 所以他會幫你寫出這些 那只是說你可以做修改 而不是死的 錄製完之後的程式還可以再改 OK 所以這個也是後面我們會講到 就是我會教各位如何錄製的技巧 很重要喔 因為很多人沒學過的話就亂錄 錄了之後不會跑 然後跑又跑得很不順 不知道在做什麼對不對 好難用喔 主要是因為你不會用 不是很難用 OK 錄完的技巧之外 怎麼修改的技巧 那我也會跟各位說明 然後呢 再來就是說 學會VBA的一些重要使用技巧 包含就是說裡面的變數啦 回圈 回圈白話意思就是重複做 也就是你最討厭的事啦 有沒有 圖畫面剛剛就是一直repeat Ctrl-C,Ctrl-V,Ctrl-C,Ctrl-V 但是我這件事情 用回圈來完成 瞬間就跑完了 一百萬次 大概不到一秒鐘就完成了 OK 那是非常快 那邏輯判斷也是一樣 卸一幅 那其他的話 甚至可以把Excel當資料庫 也有哪些技巧 其他的話當然還延伸性的就是說 比如說可以把那個 VBA當爬蟲 網路爬蟲 比如說網頁上 像現在很多人每天都要去抓網頁資料 Ctrl-C,Ctrl-V,C,C,Ctrl-V有沒有 那如果你會用VBA當爬蟲的話 自動把網頁上的資料 爬到Excel裡面 有沒有 然後再做後續的統計分析 那這樣不是快很多 報表馬上就顯示出來了 那如果說呢 你以前的做法 當然就是很浪費時間的嘛 所以這些事情都還蠻重要的 那其他可能比較進階的就是說 比如說利用Excel做一些消貨單 查詢系統 資料庫 甚至是跨工作表 因為我們前面的練習 可能比較著重在單工作表上面 為什麼 因為比較簡單 但是以後如果說你要多工作表 就是你想要把很多工作表的資料 合併在一起 或者把它分開來 那怎麼合、怎麼分 或者說有沒有有規則性的合 有規則性的分 那其他還有工作簿 就檔案 等等的相關應用 甚至是剛剛提過的樞紐分析表 跟樞紐分析圖的這個爆表輸出 這個都是後續的重點 甚至還可以結合像Python 有沒有 其實VPA跟Python之間不是互相取代 而是互相協同應用 有沒有 它各自有強項跟弱項 那關於我的話呢 其實網路上其實要搜尋 吳老師或吳老師教學 我應該都排在滿前面 像吳老師的話 本來是排在第一個 現在好像是排在第二個 那第一個的話呢 是教麻將的老師 他也叫吳老師 因為麻將真的族群比較多 所以沒辦法 但是你如果搜尋吳老師教學 應該第一頁有一半的連結是我的 那這是我相關的簡歷 我為什麼會來這邊教這個課 其實主要最早是我很喜歡分享 很喜歡寫文章 然後很喜歡錄一些影片放在YouTube上面 因為這樣的關係 這推廣部就找到我 然後問我有沒有興趣來教這個課 後來我就覺得還不錯 陸續已經在這邊開了十幾年的課了吧 OK 那我在YouTube上面 也有不只一個頻道 主要頻道有三萬八千的訂閱人數 那其實最早我是在電腦公司擔任執行長的工作 OK 其實我有很豐富的實務經驗 我不是只是擔任學校 學校是後來 因為這個產生很多的文章跟影片 然後陸陸續續有一些學校單位邀請我 然後呢我就幫忙上一些課程 諸如此類 其他還有在業界幫忙上一些器訓的課程 然後也拿了一些獎項 OK 然後我的證照其實還蠻多 因為之前還蠻熱中考證照的 所以我的電腦相關證照有三十幾張 OK 那最近拿了一... 在前年拿了就是這個Power BI的 然後Python的 其他還有像各類的 電腦相關證照 那參考書目看各位 因為我是覺得 也可以看一看書 很多同學來這邊上課 主要就是你看完書之後 主要我的任務是教大家會做比較重要 因為很多人都看得懂 但是做不出來的 非常多 所以不如這樣 直接教你怎麼做 那至於我開出來的相關參考書目 請各位就是有空自己再去閱讀 OK 那我們回到剛剛的課程 所以 剛剛我們已經產生了年次了 接下來的話呢 我要匯置樞紐分析表 有沒有 所以年次這部分 那這個公式 如果有問題的話 其實可以參考雲端上面 其實剛剛的公式 在雲端白板上面的 應該第幾頁 第五頁的地方也有 你們可以看一下 雲端白板 有沒有這個 第五頁的地方 那也有剛剛我寫的這個公式 那其實也可以用EAR 你可以寫成這樣子 OK 那EAR的話 好處你會發現 它就蠻簡短的 因為它自動就是數字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 是 老師好像不行 那個EAR 會把它轉換 其實不是不行 它其實 不用再用VALUE 不用再用VALUE 其實它主要是什麼 它會幫你把它變成年的格式 你就再把它轉成通用格式就好了 不是 對 OK 比如說像我剛剛試 你這邊VALUE 假設你不用 比如說我們剛剛另外有一個方法 是什麼 用那個什麼 乘以1 乘以1 對不對 那你如果按打勾之後 它會變成像這樣 對不對 主要原因是因為 只要 資料裡面是日期的話 它會非常敏感 會以為你這個是日期 所以怎麼辦呢 沒關係 你把格式按滑鼠右鍵出的格式 再把它改為通用就可以了 如果你用EAR 應該是這個問題 再把它改為通用 按確定 它又OK了 所以這一點可能要注意一下 格式的問題 再來的話 我們做完之後的話 記得 樞紐分析表 上面不能有多餘的列 所以這兩列一定要把它刪掉 也就是說呢 你必須要給它是乾淨的資料 那所謂的乾淨資料 比較學術叫正規化 反正就是說 不要有不應該出現的東西 你不要把那個EAR當WORD用 我發現很多人很喜歡 把EAR拿來當WORD 這邊一塊東西 那邊一塊東西 然後這邊放一點 那邊放一點 太亂了 它就是 你要把它當成資料表 資料庫 所以儘量就是說 第一列基本上就是欄位名稱 底下就是放它裡面的資料 然後盡可能 我跟各位講 還有一點 樞紐分析表裡面 不要做所謂的合併儲存格 像歐有沒有 很多人就是直接把它 把它做跨欄至終 跨欄至終 變這樣子 跟各位講 如果你用這樣的方式 再丟給樞紐分析表 它就會死掉了 記得 所以樞紐分析表 第一個 請你給它乾淨的資料 第二個 不要用跨欄至終的資料 如果有跨欄至終怎麼辦 請你把它恢復 成它應該正常的狀態 像這樣子 OK 如果你這些都有注意到的話 理論上樞紐分析表 會滿精華的 而且還滿好用的 那我們需要做的事情 就是說 我希望可以把這個年次的地方統計出來 年次請記得 它一定要是數字 所以如果你這個對齊方式 假如你沒有去按一下 這個靠左對齊 它就靠左 那表示它是文字不行 一定要先確定一下 它是靠右對齊 它是數字 第二個的話 請你把游標放在這個範圍裡面 任何一個出稱歌 然後按插入 樞紐分析表 它會幫你選起來 這個範圍對不對 對按確定 再來的話請你把什麼 把那個年次的這個欄位拖拉到列 因為我要分析是年次 再把年次拖拉到值 那你會發現 因為年次裡面是數字 數字呢 預設它會先幫你做什麼 做加種 所以你會發現 它幫你加種起來有點怪怪的 58年次 這不對啦 我是要算幾個人 所以怎麼辦呢 你可以把加種 旁邊有個箭頭 改成值的欄位設定 改成技術 所謂技術就是幾個人 按確定之後 你會發現 58的一個 59的一個 有沒有 然後61的兩個 這個才是正確 我要算有幾個人 可是不對啊 那我希望50年次的 通通放一起 50到59 然後60到69 70到79 這個時候呢 你需要做群組 我剛剛講 群組一定要數字 也就是說 如果你看到 你的資料是靠左對齊 那就會失敗 因為群組 一定要是數字才能群組 群組怎麼做 按右鍵 游標放在A5 按右鍵 A5 按右鍵之後的話 這邊有一個叫什麼 組成群組 有沒有看到 點一下 那請你把什麼呢 開頭從50 所以從50開始 結束的話是79 因為就是說 50到59 60到69 70到79 這有三個 三個 這個群組 然後間距值多少呢 把它原來1 改成10 就可以了 好 所以 這樣的話 應該可以懂意思吧 50到59 10個 按確定 好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它就幫你算出來 50到59 兩個人 60到69 41個人 70到79 57個人 其實這個數字已經很明顯了 不過你會發現 如果你給老闆看數字 所以你說老闆很清楚 你可不可以給我圖表看 雖然已經夠清楚 但看到數字還是覺得不夠清楚 所以一般的數量的話 習慣會再畫樞紐分析圖 所以你一般畫完之後 在右上角有樞紐分析圖 那我們用最簡單的好了 用那個直條圖好了 因為主要是強調數量 OK 只要按確定 然後你把它拉大一下下 這個標題也可以改一下 這個是什麼 這應該是年次什麼 統計圖之類 年次數量統計圖 OK 然後馬上就可以一目了然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把重點回顧一下 1 先產生什麼 這個年次 2的話 刪除不必要的資料 上面兩列 這個一定要記得 然後再插入樞紐分析表 把年次拖拉下來 年次拖拉下來 這邊記得改成什麼 改成加總 OK 然後再用樞紐分析圖 畫一下 應該就OK了 畫面還給大家 試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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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